等了好些日子 终于盼到嬷嬷来了 嬷嬷 这是我们家两个不成器的女儿 从小浇灌没见过什么世面 若有不周之处 还望嬷嬷念她们年幼 慢慢调教 打也打得骂也骂得 我这做娘的绝不心疼 大娘子过谦了 二位姑娘是书香世家的闺秀 气度品格自是不凡 我一老婆子 不过是在宫里多待上了几年 惊得贱得比旁人多些 童小些品香点茶的晚宴 若姑娘们愿意学 我必定轻忙传说 还不快谢谢嬷嬷 谢谢嬷嬷 你们坐吧 童母自有钥匙 小娘还是赶紧回去的好 我有邀请话问大娘子 说完就走 不必了 童母说了 这孔嬷嬷嬷呢 是来教姑娘们规矩的 四姑娘向来治理本分 温如闲境 既然从未有个行叉踏错 这规矩啊 你就不用学了 这话不妥 都是盛家的女儿 这样岂非厚此薄彼 就是 我是一个粗人 不懂得什么厚此薄彼 我只是来传主母的话 如果小娘再不走的话 来人 这 你们 我看这院子 是姓圣的还是姓林的 阿大破财 叫着竹母竹母 哪有一点竹母的样子 伤怕我墨儿 抢了他们的确女儿的威风 小娘默契 咱们还会有别的办法的 我墨儿可怜 投胎投到我的肚子里 她这份财情 我若是正事 可真的没有前程 是 我就是塞 以后将她塞进孔嬷嬷的课程 咱们定有办法打小娘